在外國剪頭髮,閒閒地都收我三五百元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賺呀? 在澳洲做髮型師,一入職大概有三萬元港幣 我還聽聞在當地開Salon,每個月正賺到八萬元 那我現在即學即剪即入行,有得不得呢? 只要靠這一相手 當你茶小甜 我們就特地開辦移民技藝訓練班 不移民也好,學一門手藝 裝備自己,打拼天學 其實澳洲和加拿大都是對髮型師需求大的國家 髮型師就被列入了當地技術移民的職業清單上面 不過,技術移民又是否一個最好的方案呢? 我們自己建議,如果髮型師是他的 他就不要用計分制 寧願就是用僱主提名 我覺得你如果有機會去到當地 是可以面對面見到僱主的 那你成功的機會給大家戴 不過,戴前提當然是先學會剪頭髮 今天我就要去一間開了二十年的Salon 準備跟他們的師傅學習 是嗎? 走吧 師傅,我想問如果我現在真的要入行剪頭髮 那我第一步要做些甚麼呢? 其實第一步基本要學洗頭 但是學洗頭的時間 之前或者之後 我們都應該要學習去怎樣招呼客人 要跟客人有eye contact 穿袍、舍毛巾都有技巧 首先我就開始教你洗頭 開花灑就一定要向著去水位 這樣水花就不會彈到周圍 我們的手指就習慣碰一些熱的東西 所以就一定要用手背來試水溫 當我們貼著頭,水就不會到處走 這位小朋友看起來很溜 耳朵就是這樣 用手指揉 這個真的很大學問 因為每一行的手勢都不同 要熟 頭髮很吵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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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對,OK了 原來很大工程 洗頭髮很大 其實是的 師傅就說 練了大概一個星期 就可以開始幫客人洗頭了 如果師傅按摩是爽 好,很舒服的 3.5也有 3.5也有 頭形,面形,髮質,髮量 客人打理頭髮的習慣 這五樣東西 就是髮型師展發之前需要考慮的東西 用我的技術 將你的要求 放入我的設計 大家要磨合 我當然要跟師傅學幾招 通常我們亞洲人是粗眼一點的 頭形 通常都是比較扁一點 闊一點 外國人的頭形 是很立體的 好,好 手震了 最後還要出讀老闆娘來親自教我 這是手指 好,先試一下 好 加油 你太壞了 很壞 嘩 都對的 都對的 是長了些 我每次看到都覺得很容易 但我真的做到 我覺得完全無法處理 通常不關資質事 一成是資質 九成是努力 如果你學會了這件事 這門手衛 是絕對可以 讓你在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生活得到 本身今天來之前 以為很簡單 根本不可能 在一天半天內 可以學到任何東西走 你必須瘋狂訓練 才可以處理到 剛才的老師做到的事 剪頭髮最重要的 當然是經驗 但原來有些地方 都重視證書 我們立即轉場 去看看坊間的剪髮課程 發營屋有很多技術 我們先焦點的就是剪頭髮 Jason 是香港發營協會的 剪髮課程老師 78個小時的課程 他會教剪頭髮、吹頭髮 不同層次長度的剪髮技巧 怎樣用剪髮工具 學一下怎樣看面型和輪廓特徵 去設計法營 讀完這個課程 就可以去考香港政府的 資歷架構美發業 最高級別的第四級 但門檻要入行六年 如果不考證書 需要學多久才可以正式 開始做一位法營師呢? 其實一年至兩年 甚麼都夠 只是差了經驗 所以這裡的剪髮班 就有一些異展的活動 讓學生可以一路做義工 一路儲一下經驗 如果我考到第四級證書 要去外國找工作 又有沒有國際應售性呢? 即不是等同 但可以減除你從低那裏考起 直接可以考到最高級市 但這就真的要視乎 當地政府或市場的應售性 看一張證書 可不可以做到 又或者做到幾大程度的經驗互換 每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同 始終沒有一張證書 是可以世界通行的 每個地方都有它要遵守的東西 例如日本 日本你要做法營師 你真的要考牌 那牌牽涉甚麼? 你要吃化妝 不是你拿著一張照片 就是天下無敵 當然啦 如果你考到當地政府 具認受性的證書 相信都會對你做事有幫助 我們就用四個熱門移民國家為例 台灣、英國、澳洲都不用牌照 加拿大就部分省份需要發營師牌了 阿Don以前在香港開餐廳 三年前就移民去澳洲物議本 不用考發營師牌照 兩年前就在華人最居地 Doncast to East 開了一間餐廳 平時都是做華人生意居多 有很多店舖 譬如普遍做收工 有個客人五點鐘說你見法 不用了 一定不會做你客人 不會做你生意的 在香港每天就10個客人做油 在澳洲就五天10個客人 那是因為澳洲租金真是夠便宜 800呎的Salon 連水電費每個月只是12000元港幣 因為溝通多了 你會知道有什麼需要 或者不需要 所以出錯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一開始到澳洲的時候 Don 都曾經在當地的Salon打工 其實找發營這一行 找到的機會率高達九成 大致上你不是太差的 他都一定請了你先落 寧願你做得不好就炒了你 聽起來好像真的很順 其實很多國家的發營師 平均月入都不錯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去當地做發營師呢 去澳洲的話 發營師可以申請計分制的491或190簽證 不過這兩種簽證 最近在維多利亞州就暫時不可以申請 另外還可以考慮雇主提名的494或482簽證 但是這些技術移民的方法 都要符合這些最基本的條件 加拿大的話 發營師可以考慮一下技術移民裡 比較低門檻的聯邦技術計劃 和聯邦技工計劃 要求比澳洲低一點 如果都是不行 那還有沒有出路啊 其實是有的 如果你都是很年輕 我們可以建議你去外國 讀上個Master 畢業之後留在當地找工作 轉換身份的方式比較快 講到底 無論你是否真的想移民都好 學定一技旁身 無論我們的世界第二變成怎樣都好 可能都會幫到自己呢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